大家好,我是Jey,今天今天我们的圈黄九霸里基本试管者说这次还是有灯神对着八神域 来看八神域开场又选出了他比较擅长大门,哎,为什么开场就中了一个滑步呢 被凹到之后出波,牵制一发 来看大门快速前跳,给他一个天地反 跳到之后,King,还是被压着状态,然后King,看能不能冲杀出去 大门继续近身,给一个天地反 头上服役后,大门肯定还会近身折腿一下,对手快速跳出 因为距离不够,大门还是用朝天脚尖挥空 一脚踢到,长抓一发 长长的板边还可以进行压制,又中了一个头上服 哇,这一波灯神是完全受制裁了 完全跟着大门的节奏在走 继续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灯神的罗伯特出场 快退罗伯特,也不是一般的强哦 发起飙来 来看这局能否成功觉醒,双方通通暴击准备打上一套 看谁能抓到第一套机会 选风队没有压住板边之后,再点上一个波 大门突变 给罗伯特突变,空中CT 再接上一个斬裂腿 机会来了,罗伯特狂怜的机会来了 空中给一个超必杀 现在没有气了,中间再成中段磨一下气 空中CT磨一下气 看能不能再击满一颗像大门直接带走 斬裂腿接旋风腿 飞翔脚取消 罗伯特顶过去一个波飞烟斩之后接必杀 哦,又击满两颗气巨燃 这一套连段 最后使用龙虎乱舞将大门一套带走 接着看第三局 第三局看八神月的不知火舞出场 看不知火舞这次有没有惊艳的表演 不知火舞直接保气 奈若气也不压制 但是罗伯特旋风腿接飞翔脚 顶过来之后再接中拳飞翔脚 不知火舞闪到背后底下 罗伯特呢,罗伯特也是顺势再给飞翔脚 飞翔脚飞翔脚零腿取消 压制变本加厉 旋风腿之后看不知火舞 不知火舞还是把他打到了 现在,哦,罗伯特突然套出 但是,哦啊,大招 直接飞翔脚打浮空就出大招 13年,14年飞翔脚之后 再次一波压制又一个飞翔脚 自己浮空 飞翔脚飞翔斩空中打一个龙虎乱舞 再次逼出八神月的八神 看来罗伯特真的不知闹着玩的 这个腿上功夫真的有劲 第四场和八神月的八神出场 还进攻突变 八神稳住 一波压制生龙 罗伯特飞翔脚 八神再次反出 我 反出这小跳一下 哦,骗招了 直接骗了一个生龙 看八神葵花抓捷 葵花三世 本边地波 消风抓住之后 天堂间送他一炸 对手半学没有了 看他会不会接八神女特 可能会选择套路百合折 啊,套路了一个反身位 速度很快 罗伯特起身就中招 啊,葵花千云一 接上一个八神女 还有三颗气 罗伯特这一把逃不掉了 反手天堂间送他一炸 反手小灰心远一 直接带走 接着来看 第五局 又是最长主力的巅峰之战 第五局 第五局 我们来看灯神的这个反气凉 哦,八神跳地 直接就想折他一下 但是被灯神折到 飞翔腿接龙虎乱 我们八神要强反了 估计 还没有强反 还抱有最后的一丝希望 跳臂风空 飞翔脚套路 哎,有点蒙 八神瞬间有点蒙 只剩一滴血 现在又进行一个暴击 钢CD 耍劫两次 葵花千远印 葵花三世间里波 一个强反大招 手机带走 大家来一波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